清朝第一个从宫女被册封为妃的女人 一生龙宠 直到五十岁还被康熙皇帝翻牌子 她就是康熙皇帝的德妃乌雅士 因为受宠 十年时间 她连续给康熙皇帝生了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后来她的大儿子四阿哥应征继位 就是雍正帝 从宠妃 容身为太后的她一点都没有开心 还处处与雍正皇帝作对 因为她根本就不希望四阿哥登基 小伙伴们知道为什么吗